鸟类为什么可以飞行? 如视频所示 玻璃板向右运动 纸条也向右运动 玻璃板向左运动 纸条也向左运动 为什么如此? 因为惯性 玻璃板向右运动 空气并不会也马上向右运动 因此玻璃板后产生了低压 低压时纸条也跟着玻璃板向右运动 同样道理 由于惯性 玻璃板向左运动 空气并不会也马上向左运动 因此玻璃板前产生了高压 高压时纸条也跟着玻璃板向左运动 同样由于惯性 翅膀向下扇动 其上下部的空气 皆不会马上跟着运动 因此其下部的空气压力升高 其上部的空气压力降低 下高上低 产生向上的升力 值得注意的是 翅膀向下是伸直的 翅膀向上是弯曲的 这种不对称性避免了升力的抵消 使鸟类得以在空中飞行 下部的空气压力降低 下部的空气压力降低